所以说网民给习近平一个亚号叫做总加速师 确实并非浪得虚名 就在两岸关系中或者在文化转禁中 他也起了这个加速的作用 实际上他本来是不需要这么做 但是他以为这么做是有利于巩固共产党政权 有利于巩固他的权力 他这么做了 做了结果我们就看到大量的转禁 这就有点像敦克尔克大车退 或者是1949年国民政府的大车退一样 看到这个文化的大车退 本来文化的大车退在中国大陆往外车 这是一个方面的共产党 但是因为共产党把这个一国两制砸了 把香港砸了 这个本来原本在香港砸根的这些媒体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时报很多 这个媒体或者文化机构 也都在往台湾方向转禁 往台北转禁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叫做十字东欲 十字桑欲或者这么个说法 就是说看到两岸软硬实力的对照 就中共认为他崛起了 强起来了 是强大的强或者强国的强 反正站立起来了 然后他有硬实力 但是软实力却是他的短板 而台湾虽然小 2300万人口 3万多平方公里 但是是民主国家 民主体 民主社会 他有他的软实力 所以硬实力也许在数量上比不上中共 但是软实力 它是他的长项 所以这在两岸的博弈中 所以两岸实际上这个博弈也用的还不够恰当 因为不需要博弈 是习近平大方输送 就是送走西方文化 送走世界文明 送走这个普世价值 往外送 往香港送 往台湾送 最后连香港也不行了 所以台湾当然就自然成绩 所以台湾的软实力 在世界上是可以说大放异彩 大肆发挥作用 那么就在中共打压台湾的一波又一波中 看到台湾跟各国的政治 经济 文化 各方面的联系都在增强 外交军事也得加强合作 这就是拜习近平所赐 所以习近平他究竟他的主观意图 是要一党专政加一人独裁 但他的客观效果造成的是什么 就是中国在被掏空 首先在文化上 新闻上被掏空 不仅他把这些媒体 把外国的媒体在驱赶 而且现在最新的新闻显示 他是中国国内的媒体进行钳制 通过他的发改委 他的心信心腹何立峰宣布 说非公有制经济不能够介入媒体 也就是针对财新 财经 或者是民间 或者半民间 半官方 不清楚界限的网站 媒体都可能受到清理 就连国内都要收紧彻底的党化 把党管媒体 还不要说是外国人的媒体 所以这种转进的方式上是大势所趋 在中共自以为得的时候 古人说得之不如喜 失之不如忧 中共自以为在收获的时候 实际上重大的上市 而台湾的实在获得 而且我现在不是觉得台湾做得好不好 我担心台湾的忙不过来 而且300万人一个岛国 这么多东西送上来的 忙不过来 台湾恐慌性社会总动员 新闻 文化 交流 总动员 还要代替孔子学院 多大的工程 孔子学院被全面代替 台湾的任重道远 说台湾人加油 我担心台湾人加油 我担心台湾人加油